欢迎各位观众 回到我们的情报财经台 我们刚刚对这个成本效益 做了一下分析 当然这个正也有 负也有 当然我们这里面 其实有一个主角 就是认为说 从经济角度来讲 现在可能如果要推广 实话不是很好 或者甚至就是不好 应该要反对 他要把它去掉的 我们的主要人物 这个陈教授 其实在现场 所以我想就请陈教授 再对我们刚才所谈的 成本效益 做一个评估好吗 我们刚刚先 是不是能先请教 什么叫效益 什么叫成本 以及你所谓的成本效益 如何去援农到 你所谓的 这个是产生这么大的 一个负面效应的 谢谢主持人 其实这个问题是问一个 经济学者最根本的问题 当我们在看这么重大的 投资案的时候 那我们当然不是站在厂商的角度 我们是站在整个国家 社会的角度说 这个投资案盖了以后 对我们整个国家 带来什么样的效益 那的成本 当然不只是生产成本 还包括所谓的外部成本 综合考量起来之后 如果效益大于成本 那这个投资案 当然是盖资的支持 我想所有的经济学者 应该会认同这个 现在的问题是在于 效益怎么定义 比如说用GDP GDP绝对不是 效益的一个衡量单位 它只是一个互加价值 为什么 我们以GDP为例 如果按照传统的经济学教科书 我们去算比如说 我假设好了 我现在喝了一杯珍珠奶茶 这是最终产品 消费 那我需要塑胶杯嘛 塑胶杯要用什么 塑胶 塑胶用什么 要用聚乙烯 聚乙烯要什么 乙烯就要一直往上去 结果果光石化今天增加了120万公斤的乙烯 消费者会不会因为这样而增加了一杯的珍珠奶茶 当然不会影响珍珠奶茶的消费是其他的一个因素嘛 那所以我们在上礼拜环保署里面呢 已经有针对成本效益里面的效益 把它做严格的定义 这个就是一个市场的社会福利 也就是把消费者跟生产者的福利算进来 因为这个投资产盖了厂商代表生产者 也有其他消费者 带给我们市场多少福利 这个就是效益 所以如果因为增加了炼油跟乙烯的这些生产之后 带给石化产业的中下油产品 所带来的这个效益 那这个就是我们里面的效益跟成本 我们今天在早上刚好在 环保署里面报告 我们把所有的国光石化 它所在油制品 油就包括汽油 汽油还有柴油 那汽油又有92 95 98 还有甚至柴油等等这些产品 还有所谓的石化中下油的这些产品 增加的这个效益 我们算出来呢 大概就是1022亿 这个就是市场上的一个效益 那成本当然是已经 要包括厂商的生产成本 那外部成本 我非常同意主持人讲的 其实你要考虑的不是一个01 而是一个多少几率的问题 举例来讲 比如说会不会造成低层下限 那如果是地层下限 当然就是要算地层下限的成本 那这个就不是我们经济学者 可以去判断说 国光石化去当地设厂 会不会造成地层下限 我们当然是参考 比如说像水利专家 李洪源教授他们讲的 或者是去观察 台数六清在云林麦寮设厂之后 造成云林的内陆的地层下限 经线会的报告也刚出来 监察院的报告也出来 他的元凶就是自来水公司的深水井 所抽的 那这为什么 那当然是因为六清去了云林设厂之后 他的用水一天40万公顿 排挤到其他的用水的部门 所以其他单位没有水的时候 只好抽这一个深水的地下水 所以元凶是什么 元凶绝对不是农民 元凶是原来的六清去造成的 所造成的这个 如果今天国光石化说 他用海水淡化 那就没有地层下限这个成本 所以我非常同意主持人讲的 如果不可能发生的是 这个外部成本绝对不能计算 如果有可能发生 发生几率多少 我们再去计算他的外部成本 所以我们算出来外部成本 不好意思 那个总统经理 因为算出来 因为后来 因为在里面要讲 就至少高达2000亿 这个当然 多少我们大概也有点 稍微接触或了解 的确我相信 当提到安全 提到风险的时候 我们在财务学也是这样 那个是大家最担心的 只要提到这个时候 大家都会用稍微 当然在某些时候 就是所谓的保守估计 你必须要防范 它的发生的时候 你就会把它 我想就是会预估到 比较安全的 也就是几率会发生 几率比较大来去考量 因此这个成本 就会创造比较高 这是我的一个考量 但是也不能说因为 实际上没那么高 我们就要算第一 因为这的确有安全 或风险的问题 我也承认 在某些时候 可能要把它 像我们排 我以前学土木的 这个钢筋在排凉的时候 它明明算出排四根钢筋 可以为什么要防六根 我们可能是1.5的安全因素 这个是有可能的 所以不管是经济学家 或者我们工程学家 可能会在安全因素之下 做一个比较保守的客观的把关 这个我可以接受 我也相信这是事实 我觉得是这样 但是我刚刚对这个效益 我大概听出来 也不知道对不对 你们可能把这个 所谓的民间的福利 全部是连锁在一起 那么这样是会让我想到 生产者它消费者 与消费者的效用 有提立体了 变成它的效用的感受度如何 我只喝到一杯珍珠奶茶 GDP创造很高 对我好像效用并没产生 可是这是围观的个人的效用 可是可能从国家的角度来讲 整个GDP的产值的创造 的确就是这样讲的 2000多亿 应该我觉得 这可能是有可能不同的解读 我现在是不是请我们这个 因为台湾竞争力论坛 我们希望提升台湾竞争力 我们现在是不是在跳脱一下 这个也比较客观一点来看 明辉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正负 以及刚刚讲成本效益 你怎么去评估 我很简单的说一句话 现在这个时间点 是公说公有理 婆说婆有理 没有办法心平气的讨论这个数据 反对者把他的数据 无限上升到极大化 赞成者也就把他的效益 无限上升到极大化 然后两边都没有办法 说服这边 那所以如果是执政者的话 他就只有一瘸定音 好 我干也不干 这个必要之后 我要承受的如此重大的代价 比如说前民反对 或是办事以上的反对 或是甚至有可能 把他的那个挣钱 都给丢掉了一个整个变数 他要不要考虑进去 如果他考虑进去的时候 他就很正常 犹豫啊 犹豫就太多产生了 好 今天为什么 我们马政府会有这种困局 也就是说 在2009年金融海啸的时候 整个投资大环境布加的时候 来设立国光实力化 增加就位机会的时候 前民一定拍手赞成的 那现在是2011年的 今天我们7年的经济成长力 到达了增加了百分之11 两位数 两位数了 明年就会大选了 那大家都会讲 都要考虑了 因为有很多工作机会 大家一挑了 那我就可以挑东减西的 那我今天来讲说 台湾的竞争力 是要跟所有其他国外来比的 比如说我们今天已经成长到 投资环境已经竞争到第九名了 那我们是一步一步的要 跟一些 尤其是韩国 新加坡 他们亚洲四角龙 我们是在我们整体的贸易里面 我们是最后一名 我们是加起来是5400亿 那第三名的新加坡是6000多亿 第二名的香港是8000多亿 那我们如果说 台湾如果说要以竞争力 跟对外来 产生我们台湾的生存的一个命脉的话 我们是要加强我们的本质 那四道产业之一的 刚才我们都讲了整个十号产业 十号产业是必要之二 我们能不能忍受 我们要付出多少代价 这是前面要有共识的 如果今天有可能的话 我们来公投 过了一半 那个什么 大家没话讲 但问题是说 我们今天是 是注意我们黄平委员 我今天问我们程教授一个问题 如果黄平委员通过了 这个我们可以设厂了 你们厌烈停止抗争 我想你们不会停止抗争了 抗争还是继续 黄平委员所做的不公平的判决 所以我要尽力看抗争 到理事物 产业都必要为主 这说的不是理性 听得出来我们明辉是支持的 认为这个黄平的太高标准 而且是走错方向的高标准 有点超乎了 因此就不够理性 来我们程教授有话要讲 我其实纯粹就是就经济看经济 如果今天厂商生产的外部成本 你就把它内部化 或者叫市场失灵 那你如果市场失灵 当然是政府的责任 那如果黄平过了要盖了 OK 本来就是盖 政府要干嘛 政府就是要把国光石化所产生的 外部成本内部化 要不然你同时会产生市场失灵 跟政府失灵 所以如果你没有把外部成本内部化 那你就放任它继续像6000 这样的一个案例的话 那同时就是市场跟政府失灵 那当然公民就是要站起来 所以我们认为实际上 其实国光石化是还没有盖 是虚拟的 真正造成台湾的一个重大影响 外部成本的 就是台数优秦 所以我们当然是从经济的角度 去看这件事情 好 我们 这个从所谓的外部成本 内部成本 当然强调的是经济效益 到底经济效益 在纯粹谈经济角度 外部成本是不是原始 最原始的经济 如果外部成本 把健康风险 把所有的东西都 把它做一个经济换算 成为也是经济考量 或许这个 我们都一定要把关注 好 那我们先休息一下 待会再回来 我们再来 谢谢大家